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菜的品质越来越好 今天我要来做干锅花菜 这也是一道下饭的料理 不用油炸 很适合妈妈们在家里跟着我一起做 用到的食材不复杂 花菜 基本的葱 姜 蒜 就是在准备一些干辣椒 五花肉不用多 它是配料用来增加香气的 详细的食材比例 影片下方有 首先来洗花菜 花菜在洗的时候 尽量分割成一样的大小 这样啊 等等比较好控制熟度跟味道 看见虫啊 不用担心 表示这个花菜的农药残留量已经很少了 这个花菜心 削一削也是可以吃的 不要浪费了 花菜处理好了 接着来切配料 葱切成段 这里有30公克 葱白跟葱绿分开 将10克切成末 蒜头 蒜头呢 30克 也是切成末 再来干辣椒 用水清洗一下 水倒掉沥干备用 五花肉100公克左右 切成薄便 水清洗 料备好了 接着烧一锅热水 汆烫花菜 水要够多哦 加一茶匙的盐 作用呢 是殺青 一茶匙的油 會讓花菜更漂亮喔 確認水大滾了 花菜才可以放進來 水再自沸騰了 要趕快關火 把花菜撈出來 不然會太熟喔 放在篩網裡 把水分滴乾 鍋裡面倒油 把五花肉炒香 肉有交感了 蔥 薑 還有蒜放進來 爆出香氣之後 加入一湯匙的米酒 一湯匙的蠔油 一湯匙的醬油 乾鍋花菜呢 就是全程不加水 用大火快速拌炒 現在就可以把花菜倒進來了 快速翻炒一下 最後把乾辣椒跟蔥綠放進來 關火 這樣下飯的乾鍋花菜就做好啦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乾鍋花菜 好 肉 好 肉 終於看到肉了 好 好 好 肉跟花菜要一比一比一 啊 掉了 肉跟花 不止掉 你氣勢不好 好 沒有人肉跟花菜一比一的好不好 不用炒飯的耶 你覺得會辣嗎 有一點辣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以為你們越來越會能夠吃辣了 我覺得沒什麼感覺 可是有辣 可可竟然會覺得辣 姐姐都會覺得 乾辣椒應該也不太會辣 會喔 乾辣椒也會辣喔 只是我只有拌一下 所以它香氣有 但是辣還沒有出現 嗯 嗯 我的這一塊肉耶 對啊 搞得跟寫寶一樣 找不到 沒那麼誇張好不好 明明就是炒花菜 孩子一直跟我糾結 肉量多不多 肉本來就是提香而已 真是的 我看一下 這很重要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你吃吧 你吃吧 有魚好不好 那我還有魚 來 我們吃魚 真的沒有肉咧 看不到肉 哈哈